我們廣直社會住宅 標章該有的都有 恆綠建築、智慧建築、無障礙空間、防塵標章都有 防震型的 而且客廳還有採光 這設計算好的 廁所在這邊 三四分離 這些豪宅 很多人會1589戶 影響多少人 哇這7000戶才走這個嗎 台北市的社會住宅最成功的地方 它從林幣設施變成是一個 大家都喜歡的地方 它是全亞洲最大的社會園區 還有這個新旅區公所要搬進來 最重要就是捷運的最後一站 然後這一切弄完以後 它在交通很方便 它是要蓋著不好的工作 地步 這裡鑒 記得